我们继续上一个投影片的讨论 我们上一个投影片讨论到 我们的实验模式是这样子的 ABC... 它就等于一个常数加上一个 只有带有A的函数 加上带有B的函数 加上一个只带有C的函数 如果有D的话... 我们上个投影片也谈到 我们不需要去求得这个函数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形式 我们只要知道 A这个函数 在A1的时候是多少 A2的时候是多少 A3的时候是多少 同样的 这个B也是一样 B在B1的时候是多少 B在B2的时候是多少 B在B3的时候是多少 C也是一样 我们不需要去知道它的形式 我们只要去知道 C在C1的时候是多少 C2的时候是多少 C3的时候是多少 这样就好了 OK...好... 那么我们可以去证明说 那么这些到底是多少呢? 这些到底是多少呢? OK... 我们事实上可以从我们的Response Table 里面去看得到 这个是Response Table 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SNB 它的Response Table OK... 六个控制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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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三个水准之下的 它的平均的SNB OK... 那么这里也列出了它的总平均出来 总平均就是这18个SNB 它的总平均 那你也可以把这三个东西 加起来除以3 它也是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究竟这三个值 事实上是 每六个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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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如果把这三个加起来 再取一3的话 它事实上也相当于 这18个SNB的平均 同样的 你任何这三个 这三个加起来 OK... 它的平均 一样的数目 或是43.36分配 会得到一样的数目 好... 这一个是 SNB的Response Table 那我们可以去证明 我们刚刚谈谈的这些值 都可以从这个Response Table 里面拉到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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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 从这里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去证明 这个 我们刚刚还 是以 A2 B1 C3 A1 B2 B2 C3 做例子 所以因为 我们为了要求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知道 A在A1是多少 B在B2的时候多少 C在C3的时候多少 我们可以去证明 A在A2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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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 减掉这个总平均 OK 也就是说 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它的平均的SNB 减掉总平均的SNB OK 最佳估计值 当然是一个统计的一个名称 不过你凭之前 你可以了解那是什么意思 OK 同样的 这个 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这个 小B的这个函数值 可以从 这个 这个 B1 然后呢 减掉这个平均值 B1 B1 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的 SNB 减掉总平均 同样的 这一个 小C 这个函数 在C3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 可以 在 在 在 C3的时候 C3的时候 它的平均 SNB 减掉总平均 这样可以得到 第一点 这个 这个 我们在这里没有证明 不过在课本里面 有详细的证明 我留给你自己在课本里面 这些细节 在课本里面 你自己留给你自己去看 好 我们 那 还有另外一个常数呢 我们也可以证明 同样在课本里面有证明 我们也可以证明 这个常数项 AdaC OK 这个总平均 会是这一个 常数项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估计值 OK 这个Ada 这个总平均 -45.36 它是 这个 常数项的一个 best estimate OK 换句话说这个 好 有这两个conclusion 再强调一下 这些细节 在课本里面 给你自己看 有这两个conclusion 我们就可以 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 这个SNB 在A2 B1 C3的时候呢 它是AdaC 加上这一个 然后我们可以带进去 总平均值 加上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 SNB 减掉总平均 B在第一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的SNB 减掉总平均 C在第三个水准的时候 平均的SNB 减掉总平均 如果有其他的DEF 都类似的 好 In general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一个公式 In general 写成这样一个公式 如果你要估计 A在第二个水准 B在第二个水准 B在第二个水准 C在第二个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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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rical model的函数值 Empirical model的值 或者这个 Ellity model的值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叫做一个Ellity model OK 那么 啊 我们可以 直接把总平均 加上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的平均SNB 减掉总平均 加上B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的平均SNB 减掉总平均 加上C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的平均SNB 减掉总平均 OK 那么 我们现在可以来解释 为什么叫做Ellity model OK 事实上 这个第一项 我们可以把它 叫做 A的因子效应 这所谓A的因子效应 在这里指的是 当A在第二个水准的时候 它比平均多了多少出来 OK 这个一样 B在这个水准的时候 它比平均多了多少出来 C在 K DK的水准的时候 它比总平均多了多少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A的因子效应 至少是A在 Di的水准的时候 的因子效应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B呢 我们放在 因为我们现在把A 放在A Di的水准 B放在Dj的水准 C放在Dk的水准 OK 它的 它的 我们在估计它SNB的时候 可以把总平均 加上A 放在Di的水准的时候 它的因子效应 加上B放在Dj的水准的时候 它的因子效应 加上C C放在Dk的水准的因子效应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评估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总平均做出发点 然后把每一个因子效应 把它叠加起来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用这个 这个名词叫做Edit 这是一个Edit Model 因为它imply说 这些因子效应 是可以叠加的 可以叠加出来的